要做模型 对 要做你期末要做的动画的那些模型 你可以分开做 你可以分开 对 你可以分开成不同档案 但是其实不需要 因为你可以设图层 可以设了图层 你就把它模型放在不同图层去照就好 你就不需要分成不同的档案 这样没有必要 你反而会造成自己困扰 所以你做的模型 每一个模型 你尽可能做的时候放一个图层 但是最后你合起来的时候 你要做跑图的时候 你让它合起来照一张像 你所有的模型 合起来排排站照一张像 最好不要只是排排站 最好是你能够设计一个场景 让你的模型 在那个场景里面 尽可能所有模型都呈现出来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些模型你最好要贴图 当然要打光 然后材质 那些要设好 你说坐在一个方块里面 然后呢 也可以啦 但是这样不见得好看啦 你去设计你的场景可以更好看啦 不一定要放在方块上面 比如说你期末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动画 举个例子好了 你期末如果想做一个 比如说农场上面 有一个小孩和一只羊 和他家房子前面有小桥流水 对不对 你就把那些模型通通都做好 只是他现在不会动而已 他就放一个画面这样子放上去 那其中角角的就是这个 这样清楚吗 那所以你不要死板板 就是说模型排排站 这样子其实你的其中不会很 成绩不会很好 你要让他活一点 我有美术感 就像刚刚那个星际陨石 他其实一开始就做好那些陨石了 很快大概前面的三分钟五分钟就做好 后面他到底在干嘛 后面他都在调那个美感 那个是我我不太会调的 因为那个美感真的你要掌握得很好 你美术天分要够 那各位我觉得应该有些人 美术天分应该会很够才对 所以希望各位做出来的东西 也能够有一点美术的感觉 我做出来的东西是没什么美感 那所以就这样 就是12号开始交作业 一直交到19号结束 那接下来我们到了26号开始 又继续上课 那上到学期末 但是26号开始所上的课主要就变成会动 动画的 不是现在从起初开始一直交到现在的进化 我们现在交到的模型都是静态 那26号开始会交动态 那在这里我们我们这礼拜下礼拜还是把静态的部分补完 各位去做模型的时候才不会遇到太多的困扰 所以我们其中的作业 如果你如果你已经做了一些 但是你有一些疑问 你可以上社团问我们 那或者是你已经做了一些作品 你想知道说这样子够不够好 那可以上社团问 那在社团里面 我们就直接把其中作业的连结建起来 我把其中作业的连结建起来 好 那这边 好 那这个是我们其中作业的缴交点 那你做好了你就可以一样传上来 用网页的方式把你的模型档案那个传上来 但是呢我们这次的缴交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会请你当场秀给我看 就是你不是只有把连结贴到这里就算了 我的打分数我不会在这边打分数 我会带着成绩单 然后呢走到你旁边 你把你做出来的东西给我看 展示给我看然后打分数 好这样清楚吗 好所以这边是交一个一个确认你有交 但是我们真正的分数是看你当场 当场展示给我看的那个版本 好是这是我们打分数的方式 好这样清楚吗 好有没有关于这点有没有什么疑问的 其中作业的部分 那你的其中作业规划 你必须要跟你的期末作业连在一起 你不要其中作业做的模型跟期末作业是无关的 这样你会浪费时间 那所以你期末作业要做的动画里面的人物 里面的场景拿出来就是其中作业 所以这两个是相关的 好那这是我们这学期的期中和期末作业 那请各位尽早准备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做好一点的话 没有那么快 那要提醒各位一点就是 你在做期中作业的时候 不要把它做死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多面体的格数 你不要放到太多 而且不要直接放的很多 然后直接把它apply上去 如果你放了很多apply上去 它没有办法还原 那到时候你期末你会发现你跑三天三夜都跑不动的时候 那你要就也来不及 OK 所以请你记得 那另外一个好习惯是你其中作业不要只存一个版本 你的其中作业要存很多版本 从你开始做 然后就是0.1版或0.01开始0.01 0.02这样存 那到了你觉得比较好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存第一版 OK 那这样你一直存下来 你万一有什么状况 你最后的模型档有什么问题 你改了发现说之后不能动了 你还可以回到上一个版本去继续做 否则的话你万一做错了 做了不该做的某个动作 那你前功尽弃 这样子就很糟了 所以请各位注意这些技巧 那大致上先这样子 那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上课了 那我今天把一些编辑的部分再讲完 感谢观看